香盛街杂罐惹出的祸端 捧根的词 你就在旁边 是啊 嗨 哦 那怎么回事呢 他就光这个 也不用俩人 甭过活 也不用排练 就叫他跟我去 他当时有一个思想呢 就提这天津拖拉机场 我这原本子 没有天津拖拉机场 这个话 就是我天错的 表示我是国营大厂 你别小看我 我丁文元 我也是有工作的 正式大厂 他是一种炫耀 就是把这个厂名用上 可是只用的是 找着没侵犯的 而且是提你这厂名的 对你有好处 你知道 他是这捧根的 临时抓着唱山东怪书的 他在台上 塞了这么一句 我天错的 天津拖拉机场 说那么一句 他要说是天桥拖鞋场 那就没事了 没这单位 下来以后他问我 回去咱找他们家 找谁去 找那场 要广告费 这全国播放 知道吗 这案 你说得给咱多少钱吗 我说你这心眼真多 我真没忘了想 不能 我认识不少这个相声节的 然后呢 有些人跟我也比较熟一点 也做主持 比方说像汪洋 所以呢 所以我这个今天呢 就像这个 汪洋跟我也是朋友 我问你个问题 你和汪洋这事儿到底了的没有 你怎么就不从口出把汪洋给得罪了 我在台上也能说徐德亮 也能说王老爷子 也能说千尔哥 也能拿我师父开玩笑 这是行列约境俗成的东西 因为汪洋也是向上演员嘛 在台上也能拿他说 他后来就说 闹着要去告啊 要如何如何 不是他的事 在他背后有一相声演员 去挑拨 那按你的意思是 汪洋洋当枪使的 当炮使的 因为打我需要费点劲 我给他打电话 就是春节初级的时候 我给他打电话 当时不是和姐的吗 胡先生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呢 安辉卫视 我和胡先生 在安辉卫视做节目 他是卫星电视 卫视我认为也算一公众的地方了 我在说 我也说 我一直在找王阳道歉 我向他道歉 这些话 我觉得在卫视 我也算一公众场合了 第三次就是今天 希望赶快 和夏天一天清静 我开直播就为报仇 谢谢 谢谢 我不考虑人设 为什么呢 我又不上台 我又不演戏 哎 我又不带货 天天老先生问我 带货带货 不要拿你们思维考虑我 我不带货 我也不带货 然后是为了报仇 老几位 我真说实话 我跟我师父 于是游先生 我们也俩人 那么些年 受够了欺负了 受够了欺负了 我真的是感谢抖音平台 能让我说话 我真的感谢 还有这么多 直播间的兄弟们 每天这么捧着我 给我撑着胆子 让我把这些个仇人弄 我还挨个编排 我就干就完了 对吧 这个所以说这么长时间 我把他们这些个 什么事 我都 对 有仇不报 非君子 我不报仇 我都对不起 我死去的师父 哎 我没有别的想法 我给他们 我给他们抛个底儿掉 我给他们抛个底儿掉 真的 哎 我都喜欢那位先生 说那句话 我最高兴的事情 就听见 我最高兴听见的消息 就是死同行 我也不干这个了 我也不吃你们这碗饭 对不对 我把你们看得透透的了 对吧 05年 我师父 也走了 对不对 05年 我师父走了 06年 你们就宣布 我师父海清了 那咱都海清呗 对吧 大海里混呗 对吧 那么些年受欺负了 对不对 对吧 今天 来点 来点 来点狠的 我们爷俩 我们爷俩是对得起麻将 对得起猴将 他演出也没像后来 这大伙那么喜欢 我记得前三场演出啊 反正于谦把大伙送的花啊 回来给他女朋友开了一花店 卖了一年多 郭德纲也不错 前三场演出 回来盖了四间北房 钱没挣什么 他把观众撇上了 那砖头啊 他全捡回去了 后来这卖妈的 就这些大伙喜欢 那什么卖妈呢 演出也多了 也红点了 就有点钱了 所以说这人呢 有点钱呢 千万别 没弄明白就去胡 2006年 北京相声界部分同仁 发起了一个静坐的安排 还静坐呢 他们曾经打算去静坐 很遗憾 没有成行 是啊 如果成的话 我得省多得心啊 对 要成行了 咱早就红了 感谢北京相声界 一位姓刘的老师 刘先生 及时地制止了 他们这种 汗雷管 巨灯泡的工作 太危险了 还有一件事 就是众所周知的 反三俗 这大伙都知道 反三俗没有错 低俗庸俗没俗 应该反 关键是 一帮很三俗的人 来反三俗就可笑了 哎呀 那就何谈反三俗呢 人与人之间 要想诋毁对方 最好的办法 是从道德方面进攻 就这块下手 反三俗大会上 我很感慨 看着好多同行 激昂慷慨的样子 我特别想劝他们一句话 说的是 不要以勤工俭学的身份 给我讲黑社会的故事 嗨 从未见过有如此 厚颜无耻之间 关注我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